大家好,我是Emma,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呢,我们来听一则新的故事 故事的名字叫我自己 我,我自己 还是老规矩 听第一遍的时候呢,不要看文章 听第二遍的时候呢,边听边看文章 听第三遍的时候呢,边听边跟着我有感情的大声的读好不好 或者是读更多的遍,第四遍,第五遍 跟着我读,直到流利,直到你能把这个故事说给我听 流利的说给我听为止,好吗 那我们开始吧 有时我很开心 有时我很生气 有时我想哭 有时我想笑 有时我想唱歌 有时我不想说话 有时我喜欢和朋友在一起 有时我喜欢一个人静静 有时我想跑步 有时我想睡觉 高兴的时候和你的朋友说一说 生气的时候和你的家人 我很我很我很后面加个形容词 就相当于 I am I am happy I am angry 我很开心 我很生气 明白了吗? 我很 这个很常用 那下一个 我想是什么意思 我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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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ans I want or I think or I think but here is I want I want to cry I want to cry 我想哭 I want to laugh 我想笑 这里 静一静 是什么意思 静 静静 是什么意思 静的意思是 安静 安静 quiet 安静 silence 但是在这里呢 整句话是 我喜欢一个人静静 我喜欢一个人静静 是什么意思 I like to stay alone and I like to stay alone 静静 I like to be quiet I want to stay in somewhere quiet so it means here we can say we can say it means alone I don't want to be I want to be in somewhere noisy I want to be in somewhere quiet I want to stay alone 好吗 明白吗 那我们看下一个 这里 和你的朋友 说一说 说一说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 告诉 告诉你的朋友 Tell your friends 告诉你的朋友 讲一讲 也是一个意思 talk tell say 说一说 讲一讲 是一个意思 好吗 可以和朋友 说一说 也可以和朋友 讲一讲 也可以和家人 说一说 也可以和家人 讲一讲 好吗 那这个地方是 高兴的时候 什么的时候 什么的时候 w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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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are happy 高兴的时候 好了 这个解析 就在这里 结束了 如果要复习的话呢 要反复的听 好不好 然后要是有问题的话 再在课上告诉我 好吗 那我们下次再见啦 再见